在全球全力以赴抵抗中共病毒侵蝕各國之際 一直不遺餘力為中共站台的香港演員成龍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 近日成龍在微博、instagram上用中英語商語發表《愛國言論》 錄製雙聲導影片喊出中共的中國加油 還說明天一定會更好惹來網民的痛斥和譏諷的同時 有網民質疑和他臭味傷頭的香港警察一哥鄧炳強會不會再次有樣學樣 成龍在視頻中首先講述因疫情要注意衛生、洗手之類的套話 最後喊出中共的口號中國加油、世界加油 他分別用中文和英文錄了相同的內容視頻 但是在英文視頻中就刪去了中國和世界 只是講加油 成龍發布的兩部影片馬上引發中國網友的異議 懷疑是在配合支持中共 嘩有沒有搞錯呀?今次又在撐共 不知道一哥PK等會不會跟他學呢? 意思是指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曾表示要跟成龍學做警察 不久之前在香港的立法會上 警隊一哥鄧炳強遭到民主派議員的圍攻 公民黨議員楊岳橋質疑 疫情爆發之後 港人很少上街抗議 為什麼警隊加班費就要加倍? 要求鄧炳強公布警隊費用的細節 鄧炳強的回答滋滋誤誤誤 該議員嘲諷他說 什麼成龍沒有教你嗎? 鄧炳強此前曾說 自己做警察是學香港藝人成龍 2月17日網絡流傳的片段顯示 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忘顧政府要求 和一群藝人晚飯聯誼 包括成龍、譚詠麟、曾志偉、方忠信等人 期間鄧炳強發錦言 感謝警隊兄弟的支持 又說自己做警察是學成龍大哥、方忠信 並說演藝朋友都是老友 只要你給我們豎起大拇指 我們赴湯到火在所不辭 被網民嘲諷指拍藝人馬屁的同時 這句是學成龍大哥成為市民飯後的笑柄 在此之前 明星狼藉的成龍 早已成為中共的代言人和護旗手 成龍還提出過 中國人是需要管的論調 並在去年10月1日 中共攝國日拍攝視頻表示愛國論 他揚言以前人家不理不睬 到今天 中國已經是大國 也是強國 中共病毒從湖北武漢傳出後 成龍更是發表 打個黑癡、地球都震動的言論 並以烏鴉嘴、掃把聲 聞名於亞洲華人圈的成龍 這次中國加油的言論 立即招止了網民的嘲諷 有人說 多謝龍哥代言中共肺炎 中共應該倒大煤了 還有人說 他撐誰誰死 這個掃把聲 他一說就大災 目前 成龍代言產品包括汽車、洗頭水、食品等 不是出問題下架 就是以企業倒閉告終 他代言的香港航空 也出現嚴重的財務危機 大陸商界也一直流傳 有一種企業的死亡 叫做成龍代言 叫做成龍代言 那是神話 對,那是神話 是神話 接著人,有多正在大陸上 是神話 有多遠的祭嗎 對,那是神話